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棋在走这个 这个黑棋怎么样 也是死的 通过这个论证 我们知道 这个黑棋这是一个眼 不是两个眼 是一个比标准眼大一个的眼 它就是两个眼 但是它不可能变成两个眼 假如现在是这样 这个也是一个大眼 它有三个空格 现在假如轮到黑棋走 黑棋走就形成两个眼 假如黑棋现在轮不到黑棋 轮到白棋走 白棋走 现在黑棋不能动 动动就死了 实际上 这块黑棋已经死了 为什么呢 黑棋已经不可能做出两个眼 白棋要杀它 要论证的话 白棋可以走这个 你走不走 不走 我再走这个 这个黑棋死了 你走了也没用 走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指怎么样 我们已经知道 这个黑棋是一个眼死掉 所以这三个空格的一个大眼 这块棋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呢 有一半机会是死的 有一半机会是活的 看谁走 在围棋里面呢 就是说黑棋一定要补一手才活 趁这块黑棋叫后手活 一定要补一手才活 不补一手 轮到对方走 它就死了 那么 现在我们再把作眼的地方再大一点 现在有四个空格 这块棋是死棋还是活棋呢 假如黑棋走这个 那很明显 这有一个眼 黑棋走这有一个眼 所以走这个 走这个都可以活 正因为如此呢 这黑棋就可以不走了 因为白棋是不可能同时剥夺它走这两个子的权利 白棋走这个 黑棋再走这个 白棋走这个 黑棋再走这个 所以这个子就不需要走一手再活了 乘这样的棋 是活起 已经活了 那么这四个空格 是一直线 所以称它为直的死 因为这四个空格 能形成各种各样形状 有各种各样形状 所以呢 我们要分别研究 现在这个死是歪曲的死 我们为这样称为趋势 黑棋走这个怎么样 两个眼 黑棋走这个呢 也是两个眼 所以跟刚才的道理一样 这个确实也是活起 因为白棋走这个 黑棋还来得及走这个 白棋走这个 黑棋还来得及走这个 这样的事呢 我们称为钉氏 这个钉字 现在黑棋走这个呢 这有三个眼 可能浪费一点 那不走怎么样呢 不走白棋走这个 黑棋不可能再走一个子 就形成两个眼了 那也正能躺着不动 那么实际上白棋已经可以宣判 这块黑棋死去 假如黑棋不同意的话 说我这个棋还有这么多棋 那么你可以在棋盘棋全下完了以后 再来论证这块棋死的 怎么论证呢 你把这个棋填满 再走这个 好 再走一步 要把黑棋杀死了 黑棋假如把你杀死的 现在还剩三个 只因为是黑棋走最后一个 现在轮到白棋 白棋再走这个 大家明白 这棋已经死掉了 好 所以 这样的钉氏呢 也是后手活 我们也可以称为它半死半活 假如有两块这样的棋 一块是活的 一块是死的 那么这四个还有这个形状 我们称为方死 这个方死更可怜了 就黑棋再走一个也没法做出两个人来 所以白棋也可以不下 但黑棋想活的话走这个白棋再走这个 他也是死的 黑棋走这个白棋走这个 他假如不走 最后数棋的时候 跟黑方说一下 这个棋你死掉了 我要拿掉你 你同意吗 黑棋同意你就拿掉 黑棋不同意 你再一步一步杀给他看 先把外面的棋都走完 走完了以后 再走这个 他再不动 你再走这个 再走这个 再走一步要杀他了 他假如杀掉你 那么这还剩三个空格 白棋走这个 这就是死了 所以这个方式是死气 我们下面再来讨论五个洞 有五个洞 这有五个空格 这是直的五 直的五呢 黑棋走这个活了 走这个活了 走这个也活了 所以更不需要操心了 白棋哪怕走这个黑棋也可以不理他 白棋再走这个 黑棋走这个几个眼呢 还是这有一个眼 杀掉你这两个还是一个眼 还是火棋 即使黑棋再不动 白棋给白棋连砍三刀 走了三个 黑棋有没有眼呢 没有眼 那么假如白棋要宣布黑棋死棋的话 黑棋完全可以不同意 说我还有两口气呢 你要有本事把我走成一口气没有 我就承认死 你要没有本事 你休想拿我的棋 那么现在白棋假如走这个想杀黑棋 黑棋把它提掉 就变成什么了呢 变成直的四 我们刚才已经学过了 直的四怎么样 活棋 所以白棋是不能杀死黑棋的 即使连走三个也没法杀死黑棋 但黑棋也绝对不能去杀这个三个白棋 杀了这三个白棋人家一点就死掉了 那么这样的棋尽管双方都没有眼 黑棋也没法消灭这三个白棋 白棋也没办法消灭这些黑棋 这就形成一个围棋上活棋的一个比较 比较特别的例子吧 叫大家火 成为双火或者共火 那么这里没有眼 但是因为这两口气怎么样 大家都没有办法消灭 所以你也活我也活 所以在围棋上活棋就是你没法消灭 走成没有棋都活了 那么有两个眼活呢 是活棋的一个最基本的形式 绝对不是一个唯一的形式 唯一的形式可以说 他有棋 没法消灭就是活的 那么我们想 直的三是后手活 直的四呢 是活棋 直的五呢 那可以说活得很潇洒 你随着面怎么砍他 他都活了 由此可见 因为我们坐眼 这个坐眼的地位越大 总越好 同样 曲的五 曲的五 也不可能杀死了 你走一个走两个 走三个 还是火棋 要讨论的呢 就是像丁氏这样的五 怎么叫丁氏这样的五呢 就是由中心的 这个坐眼的这五个 这个形状啊 是由一个圆心的 这原状的呢 坐眼 这也可以叫聚在这个中心的五个 黑棋再走一个呢 十四个眼 那不要讨论 肯定活了 但是白棋走一个呢 黑棋没法一下做出眼来 那么还有四口气 有用没用的 没用的 因为黑棋白棋 假如认证他死活的话 可以走这个 再走这个 你杀不杀 不杀我杀你 他假如杀掉你 现在形成什么 形成丁氏 还是白棋走 白棋再走这个 我们刚才已经讨论过了 这是四七 所以这个聚五 还是后手活 也可以说它半死半活 我们刚才讨论 方的四是四七 现在我们来看方形的眼位 五个怎么样 那么这个方的呢 因为这有一点 就好 这个形状就好像一把菜刀 有一块一个柄 所以我们叫刀霸五 刀霸五呢 黑棋走这个当然活了 是吧 这一个眼 这一个眼 可是白棋走这个 黑棋一下子 做不出另外一个眼 假如黑棋走这个 那么黑棋的企图很明白 再走这个怎么样 有两个眼 那白棋当然 你想走的地方 我就不跟你走 这样黑棋就没有两个眼了 还有这两口气 白棋随便一送 黑棋提掉 这个还是三个 三个 白棋再走 黑棋死掉 所以呢 这个刀五 还是半死半活 也就是说 黑棋一定要后手捕获 不走的话 白棋走这个 马上死掉 然后下面我们再讨论六个 六个 那么直的六 跟曲的六 那就不要讨论 我们要讨论的就是方的 跟圆的 方的呢 就是这六个 我们称为板六 板六呢 黑棋看上去好像一手棋 也做不出眼 但是黑棋走这个 就变成什么呢 变成歪曲的五 那么歪曲五肯定是活棋 黑棋走这个 也是歪曲的五 所以也是活棋 我们知道歪曲的五怎么样 禁得起对方三下打击 是吧 对方连走三个 我还是活棋 所以呢 黑白棋走一个指示 不能阻止我做成去武的 现在他走这个 我走这个 你走这个 我走这个 你走这个 我走这个 或者你走这个 我不走也没关系 你即使走这个 我也不会死 因为你没法送 一送就是去死 所以板六是活棋了 下面我们讨论圆的 圆的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这样的 这个圆心 一二三四五 再加一个六个 这个六 黑棋走当然 两个眼 这还有眼 三个眼 问题白棋走这个呢 黑棋哪做眼呢 没地方做眼 黑棋假如走这个 白棋 一定要走这个 因为黑棋走这个怎么样 就做出一个眼来 所以白棋一定要走这个 走到这儿 假如白棋宣判这个黑棋死棋的话 黑棋可能不破气 说我还有三口气 那么现在白棋要认证 这个黑棋是死的话 可要小心 你第一步走这个可以 但绝对不能走这个 你走这个 你下面随便怎么送都是趋势 送这个也是趋势 送这个也是趋势 所以这步绝对不能走 白棋认证可以走这个也可以走这个 走完这个 下一步再走一定要走这个 这个形成什么呢 形成丁死 你杀吧 你杀就丁死 你不杀我杀你 这一点特别注意 不要走这个 你走了这个 下一步一定要走这个 不要走这个去送死 这个人家把你一杀死 这个什么样去死去死货了 一定要送这个 送成丁死他再死 我们最后一个讨论就是圆的七个 因为圆的六个还是后手货 那么圆的七个怎么样 现在这个圆的 叫聚七 一二三四五再加两点 那么这样呢 白棋黑棋走不用讨论 白棋走这个 现在黑棋可以走这个 下面要走这个做眼 那白棋当然阻止他做眼了 黑棋再走这个要做这个眼 白棋再阻止他 不给他做眼 走成这个样子以后呢 白棋也没法说黑棋死七 因为你说他死七 他肯定不破棋 你来杀杀看 那不能白棋送这个 黑棋杀掉 这是取势 送这个他杀掉 也是取势 所以七个的眼 不管什么形状都是活棋 那么从现在我们这个讨论 我们可以得出两点 第一个做眼的地方越大越好 小了只有三个都要后手活 大一点了就可能活了 假的超过七个 到了七个以上都是活棋 第二个呢做眼的大小 我们称为做眼卫大小 眼卫的形状我们称为眼型 眼型的好坏 我们现在应该知道 长条形的眼型容易作眼 圆的方的不容易作眼 尤其是圆的最差 六个还要后手活 方的六个还活了 当然方的也方的坏的地方 方式就是 这个锯的丁式是后手活 我们知道一块七要活呢 一定要有相当的地位来做活 那么这个地位眼位越大就是越好 我们刚才讲的呢 大家不知道注意没有 所谓这个三个四个五个眼位啊 周围的齐多是连的牢牢的 那也就是说最基本的 有的时候四个五个周围有断点 这情况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呢 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 就是周围围成这些眼位的 是没有曲线的 假如有曲线 我们举一个例子 现在这也是趋势 可是这跟这个没连住 有个断点 这跟这个没连住 也跟人家断掉了 那这样的情况呢 这个眼就不完 不是很完整的去试 现在白鸡走 这个黑鸡哪有空去做眼 这两个要死了 他先要连上 那现在黑白鸡再走一步 黑鸡就死了 所以呢 我们刚才讨论都是最最简单的 去试什么东西活旗啊 还是后手活啊 都是周围连的牢牢 这一点要注意 有断点的 有的时候甚至是没围起来的 那么这是我们以后要研究的问题 我先去试试 我先去试试 我先去试试